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认为做人不要想那么多 想多了才是你吃饱睡不好的原因 今天我不想去证明哪种观点是对的 我只想聊一聊我获得自由的过程 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我最先背叛的是我自己的祖国 这要从我最近聊的一些敏感话题说起 其实真没有多大尺度 如果你觉得敏感 说白了就是自我审查在作祟 这种自我审查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条件反射 只有长期生活在言论自由被剥夺的国家的人 才会被激发出那种求生欲 自我审查非常奇妙 完全是自发的自主的 你从个人的日常的直言片语 到自媒体发布的内容 再到国家喉舌的报道 自下而上默契的统一口径 完美规避那些当权者忌讳的话题 如果所有人都习惯性自我审查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打个比方 敏感话题就是国家的农窗 中确的处理方式是暴露它 戳破它 然后让它慢慢的复原 自我审查就像是给那个农窗 贴上一层保鲜膜 但谁也不敢去触碰 所有人都能看到农窗 但都假装没看到 还都上去贴一层保鲜膜 大家想想 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显而易见 农窗会继续的病变恶化 最终危害到整个身体 我没有跑题啊 当你开始自我审查的时候 你就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无论你多么有钱 无论你多么的位高权重 你都要屈服于那个 促使你去自我审查的力量 它像一头至高无上的怪兽 而你就是趴在它脚下的奴隶 怪兽有一个好腾的名字 叫政府 奴隶也有自己的雅号 叫人民 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和人民 都是这个怪兽和奴隶的关系 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可以去衡量 那就是 如果政府连人民的言论自由都要剥夺 那就必是无疑了 因为言论自由是作为人最最基本的权利 只有独裁政府 才会连这点自由 都要从自己的人民手里夺走 既然我已经意识到 政府的这种强盗行为 那我就没有必要再拥护它了 因为是它把我压迫成奴隶 我不能为奴隶主唱赞歌 不然我就真是如假包换奴隶了 所以我必须去反对它 倒不是要坚端而起 咱也没有笨到说去移卵基石 而是要想方释法 竭尽全力去摆脱奴隶的身份 朋友们 我给你们出一道选择题 一条疯狗把一群小鸡 按在这个爪子下面 打算一只一只的吃掉 你是其中一只小鸡 你想活命 你该怎么办 理论上来讲是有三个解决办法 第一是团结其他小鸡 合力把疯狗干掉 第二个是疯狗良心发现 变成了好狗 不但不吃小鸡了 还要保护小鸡 免受其他的伤害 第三呢 是趁疯狗走神 从这个爪子缝里溜之大鸡 请问你选哪个办法 当我一旦逃出那个狗爪子的控制 我就不再是小鸡了 因为我的人生有了自由 可以发育从任何我想要的样子 我可以选择做一只快乐的公鸡 也可以选择做一条任性的鲨鱼 还可以选择做一头蓝散的野猪 所以这就是我反对那个怪兽政府的结果 让我重新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 我觉得这个反对太值了 你觉得呢 我开头说的是背叛祖国换来人生自由 怎么后面一直说反对政府 这就要回到我最近聊那些敏感话题上了 因为我在这些话题里表达了我反对中共及其政府的立场 然后就被很多人夸夸的扣上鸡挺大帽子 什么汉奸卖国贼恨国党民族败类 大家发现没有 这次真不是中共强行把国家政府民族三折混为一谈的 而是中共统治下的人民啊 这还是在油管这个开放的平台上 试想一下 如果我在中国的平台上发表反共的言论 根本就不需要官方亲自出手 民间小粉红就能把我给灭了 国家和政府是两个独立的概念 中党更不能和国家话动 虽然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了 但是很遗憾 得益于中共几十年洗脑教育的重骨 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拒绝承认这个常识的 他们主动把这个中共和中国死死的绑定在一起 那结果就一目两人了 十个人说我背叛国家 我或许还能喊冤和辩解 十一人说我背叛国家 我还有必要浪费口舌吗 最后我大胆的说一句 其实中共不害怕实行民主 因为它的执政根基太稳固了 不幸可以随便的去做民调 支持率绝对超过所有民主国家的执政党 我觉得中共打心眼里是瞧不起民主制度的 因为在他看来民主是幼稚的过家家玩法 只有独裁和集权才能获得最极致的权力快感 从小到大我听过最多的两句话 一句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另一句是做人不能忘本 因为农村人文化水平有限 他们教给晚辈的道理往往都是来自于传统的俗语 这些俗语也是他们思想的真实写照 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对这两句话是全盘接受的 但是当我逐渐长大一点点了 有了这个思考的能力 我慢慢发现这两句话 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愚昧的一面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这句话是想表达做人应该有争宠度 你乍听没有毛病 但稍微琢磨一下 你就能发现它充满逻辑混乱和道德绑架 首先这句话犯了最低级的逻辑错误 那就是非同类不类比的原则 人和狗怎么可能一样呢 狗的争宠是直接来自于本能 人的争宠是经过思考的行为 拿狗天生的争宠去要求人 如果对方表示质疑 就会背上骂名 你怎么还不如一条狗呢 大家闻到那味了吗 道德绑架这就开始了 还有就是所有权的问题 狗不嫌家贫 既是不会嫌也是不能嫌呀 因为狗属于家 家对狗拥有绝对的所有权 同理啊 儿不嫌母丑 也有不能嫌的意思在里面 因为母对儿拥有绝对的所有权 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讲 应该都不难理解吧 就像我妈以前最爱对我和我弟说的一句话 你们是我生的 应该什么都听我的 大家细评一下 这是多么愚昧和可怕的想法 简直是不把子女当人看 而是直接误化呀 就像你做了一条板洞 你可以随意处理它 可以屁股坐着它 可以用来摆一个花盆 还可以拿斧头把它劈碎 当木柴烧火做饭 但是朋友们 我不是狗啊 也不是我妈手工制作的板洞啊 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有独立人格的个体 所以自然而然的 我开始嫌母丑和嫌家贫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 一点点摆脱原生家庭 一次次冲破命运枷锁的原动力啊 我很早就意识到 我们家物质和爱的这个双重的贫乏 让我身心灵都受苦 以及我妈性格里扭曲丑陋的一面 对我的这个成长造成困扰 对于我的母丑和嫌贫 我何止是嫌弃啊 简直是深恶痛绝 所以我才有决心和毅力 让自己最终远离那些 但话又说回来啊 嫌弃不代表不爱啊 恰恰证明我爱的理性 我和我妈之间确实有几年 关系不太好 但我们慢慢沟通 慢慢和解 我给她指出她身上那些丑的问题 她也接受了 并且一点一点的去改善 让自己变得更好 再聊聊选择的问题啊 我先请你们扪心自问 如果真的可以选择 你难道不想出生在更好的家庭吗 如果真的可以选择 你难道不想要更完美的父母吗 扪心自问啊 不要虚伪 反正我会毫不犹豫选择 共富有的家庭和共和睦的父母 网上不是有种说法叫投胎小农手吗 还有就是很多人称呼马云士马爸爸 其实就是在羡慕那些出生好的呀 还有那些嘴里喊着什么 此生无悔入华夏的 我相信其中有一部分是真心化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无法选择 此生入哪个国家 如果可以选择呢 那北欧那些高福利的国家该爆满了吧 美国的人口也要翻倍了吧 村里的父老乡亲最喜欢对我说 做人不能忘本啊 言下之意就是 懂你将来发达了 不要忘记这个生你养你的地方 还有些人会对我说 不管你将来做多大的官 发多大的财 不要忘记你爸你爷爷 你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 我搞不懂这句话想要表达什么 但他们说的时候都非常的语重心长 但是很遗憾 我让父老乡亲们失望了 我一直在往不能忘本的反方向狂奔啊 我在工作后 每年只回村一次 就天坟烧纸 我信了耶稣后 连祭祖这样的事也不乐意做了 我的手机里面 从来没有保存过一个父老乡亲的电话 我从了他们口中 埋怨的忘本的大学生 有时候我会思考 我的本到底是什么 到底值不值得铭记 是我的原生家庭吗 还是那些让人大叠眼镜的乡土民风 说句心里话 我在我的本里 没有体验过纯真的快乐 也没有见识过人性的光辉 这样的本 难道不该去淡忘吗 我第二次背叛的对象 与其说是我的乡土 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某些糟粕 中国人为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自豪 这本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你不能随手抓一把糟粕就胡到别人脸上 并以此为武器去道德绑架别人 其实也是在绑架你自己 我之前搞不懂 为什么我揭露中国阴暗面 批评中共的恶行会让一堆人不爽 我最近终于想通了 因为他们把国家和政府看成一体 然后把国家比作母亲 把人民比作子女 他们又信奉什么而不嫌母丑 母对而应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所以祖国母亲仍不得半点的亵渎 背叛了传统文化之后 准确来讲是清除了传统文化中有害的毒素 我的思想更通透了 也更有包容性和自由度了 就像是一汪水 把这个有毒的物质弄干净之后 这个水才适合万物生长 旧情是指旧日的情谊 包括友情和亲情 虽然我在国内朋友不多 亲戚也很少 总归还是有几个 但那都是从今了 来到美国之后 我和他们是渐行渐远 现在几乎没有联系了 导致我们渐行渐远的原因 不仅仅是太平洋的阻隔 更多的是我们这个观念上的分歧 在国内的时候 我轻易不会表露 对国家和政府的看法 因为我很清楚后果 你轻则被大家的口水淹没 重则涉嫌删颠 你在国内活着本来就很压抑 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正常的人际关系 我还是能勉强维持的 在社交场合 话题只要是涉及到政治的 大家一致的做法是 美国随便咒骂 印度随便嘲笑 日韩随便鄙视 中国随便赞美 唯独不能批评 这才是最安全的聊天策略 而我只能保持沉默 当然我也会骂中共 但是确保是在绝对私底下的场合 只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场的情况下 在我出国前的那几年 就已经感觉到气氛变了 如果和关系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或同事 不小心表露想要出国发展的想法 很有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回应 我们中国这么好 你为什么还要出国 虽然这句话是问句 但斥责的语气要大于疑问的语气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大家对出国还是抱有一些理想主义的 身边很多人也愿意承认 欧美国家的先进和发达 但是仅仅几年后 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不久 我感觉中国人的自信心 一夜之间爆棚了 好像每个人都有了那种 扛着200斤十里山路不换间的气魄 刚在美国定居的时候 我还在使用微信 有时候会忍不住分享一些这边的生活情况什么的 那时候还感觉不到这种奇怪的割裂 直到出现了疫情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我们之前一直保持联系 他喜欢问我美国这边的各种福利政策之类的 后来美国疫情越来越严重 每次和他聊天 他老婆就会在旁边插话 问我美国今天又新踪了 多少病例又死了多少人 就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 慢慢的我们也就不联系了 最近有个事 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我媳妇讲过我听的 他偶尔就是会在朋友圈分享美国生活的点滴嘛 有一些他以前的同事 基本每次都会给他点赞 但是啊 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的战争 固定给他点赞的那些人 少了好几个 我当时差点喷饭 这其中的逻辑太感人了 我估计很多观众都理解不了 我媳妇他还有一个从今的闺蜜 是个党员 知道他在美国定居了 直接把他拉黑 其实想想挺悲哀的 友情本来是美好温暖的东西 却沦为了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让我和那些从今的朋友没有办法继续交流了 这是我弟告诉我的 他去参加一个饭局 其中有几个呢 还是我以前的老朋友 饭局聊天的主题啊 是搞婚外情 在场除了我弟以外 全部都是已婚人士 而且全部都有婚外情人 他们热烈的分享了心得和经验 还约定一起互相打掩护 然后避免让家里的老婆知道 我很震惊啊 虽然我知道这可能是巧合 可能碰巧饭局生蛋帮人都是一路货 我的观点是啊 年轻的时候多处几个对象 这问题不大 但是结婚以后就要负起责任 要对另一半保持争宠 因为出轨伤害到的是整个家庭 特别对孩子影响极其深远 所以我比较适合 这个美国这边的婚恋家庭观念 婚前多尝试 婚后要老实 也没有那么多不必要的交际 一切都以家庭为中心嘛 意识形态和生活态度的鸿沟啊 让我开始背叛那些往日的情谊 我卸载了微信 也就自动和老朋友们断联系了 虽然有时候我是一个怀旧的人 但是我共活在当下 年轻的时候 我有一股激情 想把自己的理念 甚至理想推销给别人 过了三十岁 我只想去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 不被干扰 开始懒得去改变别人 也不想被别人改变 其实这样挺好的 人心里的空间啊 是有限的 在乎的外人越少 留给家人的就越多 想通了这一点 我的心灵更自由了 人活一辈子啊 只有那么短短几十年 十岁之前 懵懂无知 十岁到二十岁 野蛮生长 五十岁而知天命 留给我们放开手脚去折筒的时间 只有三十年 而这宝贵的三十年 你为什么而活 当然我们都要为钱而活 因为必须吃饭 区别在于 有些人他只为钱而活 有些人呢 还有别的追求 而这个别的追求 正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那别的追求 到底是什么追求 这个叫因人而异啊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你必须在自由的状态下 去寻找自己的答案 但是呢 每个人对自由的需求的伎俩是不一样的 比如有人觉得言论自由不重要 有就有弱就行 那有人觉得选举自由无所谓 反正也选不到自己头上 而有的人认为 不自由 勿宁死 所以我们不要拿自己对自由的尺度去衡量别人 去否定别人 不要忽略了自由的终极奥义 那就是放过自己 也放过别人